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我认为真的很基本 点心师傅在亲生女儿十岁的时候第一次强奸她 之后继续逼她口交等等 女事主更加说 曾经是放学回家的时候 被爸爸另揭这个校困 女儿回来了 揭这个校困 就奸她 她后来也放弃反抗 她怕影响父母婚姻 没有揭发到 正是长大后才揭发事件 被告早前审讯被裁定强奸 亂龙和非礼十条罪聚 法官郭啟安今天在高等法院判刑的时候 戚责被告 泯灭天良 犯罪情况一次比一次严重 没有悔意之余 纵抹黑的女儿是淫娃 更加在求情信里面 说她这一生为家庭付出 各官说她厚顏无耻 禽兽不如 判她入狱十七年 真是禽兽不如 她还可以觉得她自己一生为家庭付出 被告 KKW 60岁 点心师傅 被控两项强奸 一项乱龙 一项企同乱龙 三项非礼 三项向十六岁以下而同作出 威胁行为罪 案犯在2010年到2013年间 当时 事主介乎十至十三岁 如果这样说 现在事主是二十四岁 被告引述了X的创仓报告 说被性侵之后情绪低落 声中后经常哭泣和失眠 觉得自己不完整 曾经有跳楼兴生的念头 也试过磁残 另外 她就自责自己软弱 没有阻止被告的性侵行为 报告说 X的创伤后遗症的症状 包括自我形象低落和觉得羞恥 事件揭发之后 她的症状反而有改善 但当她知识需要出庭作供 就感到不安 你老爸一早就认罪了 不想你出庭作供 曾经想过接控 但是她对被告 偏惠意感到愤怒 望法庭判处被告的较长刑期 法官 就引述被告的心理报告 被告的报告 被告说她对罪责 采取回避的态度 而且被告的性观念是扭曲的 道德标准也令人关注 法官判刑时候 斥责 这个KKW 游论她亲生的女儿的行为令人发指 她当女儿是发泄性欲的工具 以彼補她和老婆婚姻生活的不协调 她说被告没有底线 犯案一次比一次嚴重 其实你和老婆婚姻生活的不协调 女儿子在性生活不协调 去叫鸡 很简单而已 带来到截口 和老婆说完 还可以 叫你不准我 我是男人来的 我怎么样 我出去叫鸡 你出去吧 不要搞我 你说而已 抱着老婆 我爱你 我不想 接着又抱着你 我对不起你 但我真的不喜欢 不想 你出去吧 你现在另一面 这样吧 好了 好了 法官说被告在案里面 将当 这么小的十岁也 天真的 抹黑为淫娃当妇 说女儿对姓好奇 说女儿主动挑逗她 这样也说得出 被告从未向女儿表达她的协议 没有负义之余 更加求情信 说她对家庭付出她一生 法官说被告真的厚硬无耻 现在她众叛亲微 是救由自取 最后 就将她十条罪判 被告监禁十七年 六十岁 六十岁 七十七岁 但有点减下的 行为良好 就说 这些有得减好反而 真是很奇怪 好了 事章 实在深信透露 他说 2010年 即是 如果2010年 即是二千年出生 二千年出生 是千禧baby 十岁的时候 首度租性侵 当日在家玩 这是你爸爸 突然间被告 背她入房 踏入床 强奸她 然后被告又在晚上 坐入睡房 再多拾一劲 再强奸一次 在她叫痛的时候 她还跟女儿说 一阵就不痛了 那麽混蛋 另外 被告曾经要求女儿 X替她口交 X觉得很骯髒 所以用保鲜袋 套住被告的下体 但被告就拿走 保鲜袋 按着头 逼她直接口交 她之后多次被爸爸性侵 包括放学之后 爸爸回来 她说 我过来啦 你裙袖屌 她后来也放弃掙扎 因为 为什么呢 她也没有掙扎 被告说 在她12岁之后 她说被告在她12岁之后 因为怕她会怀孕 就没有再性侵她 11岁都可以怀孕 是否知道她有姨妈 还是玩厭了 你老婆 就是 好了 X说她很担心 揭发事件会令父母離婚 所以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其他人 听 所以升中学之后 整天会哭 开始反思 为什么还觉得痛呢 后来她发现 咦 爸爸妈妈 关系转差 意识到 这个家对父母来说 不是太重要 先和妈妈透露 遭被告侵犯 妈妈就立刻和她报警 OK 这个真是仆街 好了 今天主菜了 就是这个 陆富Fendy事件 不知道什么事情 我们一面之词 但我们先看一看 近日 一名内地游客 在小红书发帖 说 在东京 银座Fendy 一个夏季一排道歉 这是那条题 博主说 这个大陆婆 她说 起恩 是在日本银座Fendy 买东西的时候 被一名店员 直接在她身上 正在市村的披肩 拿下来 给她的客村 好了 她的小红书博主 安眉大头仔 他说 他来到日本旅游 在银座Fendy 打算入手 一件黑色的羊毛披肩 试着之后 她表示准备买下 因为当时店银座 还有三条存货 即是有货 有stock 于最要求 拿一条新的给她 就去买单了 在这个时候 突然有另一个中名男店员 走到她身边 上手 拿着的皮肩 直接在她身上 就拿着皮肩 走 女事主说 当时 那个男店员 没有问过她的意见 全程一句解释都没有 也没有跟她的对话 直接扯走 看 逐件事说 我当她没有说错 去到这样 当然这个男人不适合 这个入格仔 你起码 小姐不好意思 你试完 可不可以 我用客人想试 你起码要这样说 好了 女事主就找经理投诉 经理呢 就请她去二楼 一个人少的地方 进行交涉 很正常 难道在那里有豆腿吗 去到二楼之后 经理和两名店员 以及一个进行翻译 现在大部分都有了 通常都是大陆人 我说 我今次在名古屋 其中有一间 不是名店 我随便一间居住 我随便进去 我随便进去 他很厉害的 他很厉害的 招呼我们一个人 是一个中国男孩 后来我走的时候 我才问他 我看到他都很新 真的有些东西 我问一下这些日本人 他说是哈尔滨来的 二十岁 二十岁 我问他现在多久 他来了七年 十三岁 他刚刚读完书 现在出来工作 我说 女中学人在这里很暖 他说 是啊 那你加油吧 因为我看见他很勤快 很努力 和这些同事相处得很好 可能因为他小时候 他的样子也变得好 我觉得 你明白我的意思 也不是那种样子 好了 他说 他说 都一样都是辛苦 我会努力的 嗯 我想做错事 我说回这些 都不是很大 就是十个有 好了 那么 那么 那边跟店铺的翻译 经理 两个sales 跪了一段时间 跟女士储道歉 那我想 这里呢 是有些事情出现的 不会直接上去 直接跪的 应该是 拗了一段时间 你想怎样 才可以settle这件事 他说 你们贵 或者之类 如果不是 虽然我打过日本公司 我知道日本公司很久 有些supervisor 有些经理 但是一开始就像他这样说 白猫 我不会觉得是 一个是 也不会是 而且他们说 那个中年男店员 是有征求过 服侍女店员的 另一名店员的 意见 才能得到 那些男店员 未必会说 日文 未必会说中文 于是 我想跟你客人拿一件衣服 你的客人试完了 我的客人试完了 你去拿吧 我想大约是这样 他就没有在意 他就没有在意 你是不是要聘請人家 就算不懂得 打手势 女事主就说 經理跟他说 没有监控 即是说 他曾经 要求看监控 你看他有没有聘請那件衣服 人家是跟你跪下道歉的 但是实际上是有的 於是女事主说 那我怎样可以投诉 那几个店员跟他说 透过中文翻译 跟他说 没有特殊渠道 亦没有游商 可以的 但是这个行为 女事主就说 但是你跟我说 他没有特殊渠道 可以投诉 没有游商投诉 这个行为是不合规的 因为他不满意 所以坚持他 继续向总部投诉 跟着后续就是 女事主收到总部 跟银座朋友的邮件道歉 而银座店的店长 也亲自登门道歉 银座店的店长 也带了他们的经理 也带了他们的经理 也带了他去披肩 Telic Cover 和中国翻译 一共四人 再去酒店 当面道歉 他就帮他这样出来 那些网民就说 对方都跪了 可见日本人 动客人都跪了 跪到他来说 不是奇斯太弱的 好 等日本人知道 我们中国人被人欺负 是会反击到底的 如果道歉态道可以的话 就算了 给他们送些礼物等等 我真是想说 这个世界上 你真的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除了那些左交对特朗普之外 那些我真的觉得是无缘无故 如果不是 你世界上 那些人 你经常做这些行为 怎会让人家尊重呢 我先不去论一件事 对与错 OK 你对 一定是日本人真的错了 穿一件衣服 那你想怎样 已经去到你自己出闻了 跪低道歉 登门道歉 然后再登门道歉 再带上新的翻譯 再带上新的翻譯 为什么上一次的跪低道歉的翻譯 不离大家新的翻譯 当然你又出言不信 你想怎样 你哪里 你哪里有什么chip 更加chip的就是 这个公司 真的很坏地 Friendly 你这些人招到那个 监控出来 說完這件事 道歉 但是 道歉也有個抱 那你想怎樣 你公司老實說 說真的 我真的覺得有時候真的很慘 我們被這些牌子牽著走 我也試過在講 關注牌子的事情 搞得那些網友批評我 但我真的覺得這樣 就像LV的這樣 請問你有沒有 請問你有沒有 排隊 有時候好像有空 為什麼 我跟你說 我當然是認識這些人 他要坐你那一輩子 他要等你進去 你打算買幾筆東西 我這些事情我習慣 而問題是你不肯去排 我排你老母 沒有 還有 你試一下 如果我是那些 VIP 貴過跟你買三兩百萬的 你以為我又不用排隊 你根本是你們自己做出來的 你根本是你們自己做出來的 他被人這樣看著你 我當然看著你 你怎麼看著你 Fendy 走開 垃圾 垃圾 現在 你老實說 如果你還完事 應該要道歉的 就道歉 但是應該要堅持 或者保護你的同志 你做你的事情 反正我告訴你 你有吉利 我來幫我討你 你老母 你想怎樣 喂 有些亮度 有些大氣 得搖人署 就扯搖人 有什麼大不了 對不起 都說過你想怎樣 跟你說話 我拗禮物 表你講來講去 其實這些不是重點 最重要的是 小紅書道 揚耀自己 如何合本日本人 你老母 今天我看的報道 因為反日情緒很高 他帶了一間 我不記得叫什麼名字 開業了62年的奶粉公司 正是跟日本 有些不知哪間 科技奶粉公司 簽了以後合作的協議 他打算 要提供優質的奶粉 什麼人抗議 不是日本人 是中國人抗議 為何要跟日本人合作 你老母 是 喂 什麼仇日情緒未減 我們看到這條題 什麼深圳擊殺日度 現在竟然不是日本仇恨你們 是你仇恨日本 那你繼續大牛奶粉 喂 難得香港公司 與日本人合作出一種新的配方 我不覺得 他們說 日本人會搞砸我們 吐利了 將那些配方毒殺那些兒童 吐利了 吐利了 你可心想哪些東西 吐利了 這就是人 是被人面瘦心禽獸不如的人 才會吐利了 想這些錢 你要當日本人真是什麼事 這件事 吐利了 你應該怎樣 可以做 威 但是做這些事情 你公道自在人心 別人會怎麼看你 真的出現什麼事的時候 誰會幫你 好簡單 第二件事不要說 1997年1998年 亞洲金融恐怖 韓國那些傻子 經濟爆破 全都拿了金錢 這些是新聞來的 出去賣金 救國 你們吵韓國仔 炮菜 沒用的 他們被人吵架 他們懂得踢球 你嘗嘗你 香港經濟爆破 你有十個人賣家當去幫政府 你嘗嘗你 我也不相信可能和不可能的事 愛國 休息了